大家也都知道,前段时间许家印和恒大都出了一些问题 有一些人将许家印和恒大的许多事情给爆了出来 大家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看起来不错的企业恒大居然是一个这样的企业 大家也都知道,恒大在我国曾经辉煌过那么一段时间 尽管这段时间很短暂 而为什么许家印宁愿被很多人嘲笑 也不愿意去救恒大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缘由呢? 许家印在国外又有多少资产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说实话,许家印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 毕竟如果他不聪明的话 那么他也会被我们大家所熟知 而他也不会从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脱颖而出 成为那个大富翁 而且许家印的成功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毕竟在许家印创业的时候 国家正在大力支持国人创业 并且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而许家印也就是趁着那股东风 才开始自己创业的 而他首先瞄准的则是房地产行业 碰巧那个时候 国家正在大力扶持房地产业 于是许家印就迅速地从一众人中崛起了 而且许家印旗下所有的产业 几乎是我国最大的 也是最稳定的房地产企业 一时间许家印以及他的恒大 在国内风头无量 自从恒大崛起之后 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十分低调 但是又十分有钱的企业 毕竟他的创始人许家印 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 更何况恒大的房子 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 而且恒大的房子造型都十分大气 让人看着就很喜欢 所以大家也都十分信任恒大 也都把恒大当成一块活子招牌 即便是在房地产业不景气的时候 也就是在2020年 别的房地产公司都没有卖出去多少房子 唯独恒大在网上卖房 也是卖得风生水起 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抛开一切来讲 恒大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也想不到的是 恒大这一次看起来十分低调 又有钱的企业 居然背地里欠了近两万亿的债务 而我国每年个人所得税 才不过一万亿元 而更为恐怖的是 恒大由于背负两万亿的债务 所以他们每天需要支付的利息 就有三亿元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不得不说 许家印实在是太会伪装了 恒大欠了这么多的债务 但是却没有外行人看出来 如果将许家印放在娱乐圈 那么肯定能捧过一个影帝回来 毕竟他实在是太会伪装了 其实恒大在此之前 有过多次扭转乾坤的机会 如果他能把握住这一次的话 那么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也就不会再发生了 但是当时的恒大没有远见 他没有考虑那么长远的问题 他不仅仅没有解决恒大的财务问题 甚至还在自己没有钱的情况下 将恒大发展成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企业 根据调查显示 许家印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就知道 恒大企业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是在他最开始知道的时候 许家印并没有选择 如何将恒大这个问题解决掉 而是想着如何瞒过众人 不能让恒大的问题被别人发现 而且为了避免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 他还偷偷地将他的资产 全部都转移到了国外 其实说到底 也是因为许家印和恒大伪装得太好了 所以人们没有看到恒大的真面目 只是一味地去相信他 所以才会购买他们的房产 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对于买房这件事情 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十分谨慎的 因为现在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几乎房子的首富就要一个家庭一生的积蓄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家庭愿意用自己毕生的积蓄 去买一套房子 因为只有有了一套房子 才感觉在这个城市里有了一个家 而恒大的业主也并不例外 他们也是拿着毕生的积蓄去买房子的 他们是看中了恒大这个企业 平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还比较低调 于是才这么相信他 愿意在他这里购买房子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恒大推出的一些理财产品利率 也是十分的高的 所以当人们看到恒大推出理财产品 而且利率很不错的时候 他们也都纷纷去购买这些理财产品 而购买最多的则是恒大的员工们 因为他们在恒大工作的时候 恒大的老板就一直对他们洗脑 让他们一直觉得 恒大所推出的理财产品都是十分不错的 所以他们就纷纷拿着自己的钱 去购买这些理财产品 而当恒大的丑闻被爆出来之后 恒大的业主和恒大的员工 其实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对于恒大的业主们来说 如果恒大能够按期交房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 搬进新房里 并且和自己的家人享受一些快乐的时光 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不错 然而现在恒大突然爆出了这样的丑闻 那么恒大的房子按时交房就变得遥遥无息了 而且恒大的业主们已经把恒大的房子给购买了 所以哪怕他们不能住进去 他们也要按时还贷款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对于恒大的员工来说 之前是盲目听从别人的建议 才去购买恒大的理财产品的 虽然他们靠着这些理财产品也赚了不少钱 但是由于恒大现在爆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给员工发工资都变得十分困难 更何况是那些理财产品了 不要说利息了 就连本金恐怕他们也拿不到手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在恒大工作的员工们 都被恒大的理财产品搞得是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不得不说 恒大的这一个丑闻 不仅仅是害惨了恒大的高层 也害惨了恒大的业主 更害惨了恒大的员工们 然而在2018年的时候 恒大就已经出现了一次危机了 由于种种原因吧 恒大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欠下了好多钱 然而恒大却无礼偿还了 就在这时 许家印认识了郑玉彤 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偶然认识的 但是许家印知道 他是四大家族的人物 于是就故意结交 后来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喝玩乐 也就熟悉了起来 后来他们两个也就做起了朋友 后来郑玉彤又和别人一起给恒大投资了五个亿 虽然五个亿对恒大来说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但是在当时 这些钱可是恒大的救命稻草啊 也正是因为这五亿 所以恒大才没有破产 所以恒大之所以负债两万亿都没有破产 并不是因为许家印给恒大投了多少钱 而是因为许家印有一群朋友 在恒大的背后也站着许多大佬 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商人是最注重利益的 如果你没有利益让别人可图的话 那么别人是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去帮助你的 所以说郑玉彤这么去帮助许家印 也是因为有一定的利益存在的 而他们要许家印做的 也就是将这些公司所在的地皮 以及全部的股份都买下来 来帮助恒大背后的那几个大佬 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后来啊 许家印还亲自接管了几个项目 并且从中获利不少 而给恒大投资的那几位大佬 包括郑玉彤在内的几位大企业家 也都是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 许家印在中国赚了许多钱之后 就跑去了国外 我们大家都知道 恒大是一个大企业 而这个企业所采取的政策 就是分红政策 所以说一年下来 许家印能够在恒大这个集团里面 分得不少钱出来 换句话来说 虽然恒大欠了很多钱 但是只要恒大一天不倒闭 许家印就能够从恒大里面分得钱 从最开始到现在 据不完全统计 许家印已经从恒大这个企业上面 分了近上千亿了 许家印每年从恒大里面 拿走这么多钱 但是许家印不给恒大 做一点点的贡献 如果许家印能够将 这一部分钱拿出来 去帮助恒大 那么恒大一定可以度过此次的难关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许家印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 在恒大丑闻被爆出之前 他就已经发布了许多迷惑我们的消息 比如说他曾经在媒体面前表示说 自己已经将香港的一处房子给卖掉了 而卖房子所得的金钱 全部用给恒大救急 在摄像机的面前 他说着十分令人感动的话 并且还假惺惺地表示 哪怕自己没有钱了 变成一个穷光蛋了 那他也一定会想办法 让恒大度过这次难关 因为他不能对不起那些恒大的购房者 更不能对不起在恒大工作的员工们 不少人听了许家印说的话之后 都十分地感动 毕竟我们大家都知道 恒大只不过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换句话来说 就算恒大这个集团倒闭了 那么对于许家印来说 也是没有半毛钱的损失 和他也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但许家印的真实面目并非如此 早在几年前 他就已经将自己的资产 全部打包运到美国了 可以说许家印一边在中国 声泪俱下地来骗取中国人的钱财 另一方面将自己所有的资产 全部转换成现金送去了国外 而且他的家人也被他送去了国外 他的孩子们也都去了国外读书 在恒大发生危机的时候 许家印并没有想着 如何帮恒大渡过这次难关 反而想的是让祖国去帮助他们 但是我们要知道 恒大欠的不是一块两块钱 而是整整两万亿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 在很久之前 和声创展就想要收购恒大 然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恒大并没有被收购 而且许家印也拒绝了和声创展 想要收购恒大的请求 并且还支付了将近十万元的违约金 虽然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许家印拒绝了和声创展的要求 但是我们知道 恒大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因为许家印将最后的一次机会 给断掉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评论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